大家我们想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明天对许多人来说就要开始上班上课了 也提醒大家 明天开始天气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那么实际上今天其实就 我们台湾就有受到天气系统的影响 是有一道微弱的封面游戏通过我们台湾 只是这道封面真的不是很明显 所以大家也感受不是很明显了 只有感觉到好像云量比昨天稍微多了一点 但是其实还是有点温暖 那么提醒大家明天开始这个天气的变化 还会再更明显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封面通过之后 中国南方到台湾附近的水汽会增加 所以礼拜三跟礼拜四这两天 其实全台湾的云量都会变多 东北风也会增强 那么在封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甚至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战雨 中南部东南部云量也会变多 那么预计到礼拜五的时候 水汽量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减少 到礼拜六礼拜天又恢复成比较晴 稳定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了 那么这波封面也要特别留意的是 它封面后方的东北风 也会增强会带来一些冷空气 不过不用太担心 这波冷空气不算是太强 但是还是要注意 会造成这个温度稍微往下降 跟之前几天比较温暖的天气 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落差 那么这波冷空气 有可能在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 最冷的时候 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清晨 最冷的时候预估低温 有可能会下降到只有13 14度 还是会恢复成比较冬天的感觉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 这一波的这个温差 那么实际上开始降温时间点 可能从今天晚上东北风 比较明显南下之后 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清晨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凉 甚至是有点偏冷的时间 到礼拜五的白天开始 温度才会逐渐的回升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几天 过去几天因为天气稳定的关系 扩散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空气品质普遍来说 西半部都没有很好 那么礼拜三礼拜四 因为东北风会稍微增强 所以有助于提升 北部跟东北部的扩散条件 但是在被封测的中南部地区 这个细旋幅为地的浓度值 还是会比较偏高 还是有机会会达到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等级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这个空气品质的状况 那么过来今天下雨的情形 礼拜三跟礼拜四的话 最主要是在北部 东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礼拜四是相对来说 水气量比较多的时候 礼拜五慢慢缓和 到礼拜六一样是迎风面 还是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阵雨 但是礼拜五开始 就会有比较明显的缓下来 甚至西半部 在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阳光的 那么来看一下 在未来五天的天气的话 可以看到北部地区 礼拜二的晚上 礼拜四之前 是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 像有机率也比较偏高 礼拜五到礼拜天 是相对比较稳定 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度的下降 可以看到礼拜二晚上 清晨低温 这个礼拜晚上低温 就会下降到96度 礼拜三 礼拜四到礼拜五的清晨 这个低温就有13到15度 到礼拜六开始 这个温度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置业温差会比较大 南部的话 相对来说 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在未来的五天 其实天气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 温度会有稍微的往下降 礼拜三到礼拜五的清晨 大概是17到18度 但是中午高温 还是有23到28度左右 所以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温暖一点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三开始 这个开工的时候 天气会有一些变化 最主要就是东北风增强 冷空气会稍微南下 而且水气量会略微的变多 所以礼拜三礼拜四 是多云偶雨的天气 尤其在云风面的北部 跟东北部 温度也会稍微的往下降 风速会变强 那么礼拜四的晚上 到礼拜五清晨 这个这一段转为干冷的时间 这个温度也是会降到 最低的时间 预估空旺地区 低温就有13 14度 提醒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 这个温度的落差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数据 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市格 举办了巧克力展 新闻之后带你看看 同时跟他收看